湖北的特产有热干面、孝感麻糖、红胡莲子、武汉鸭脖、麻羊糖心皮蛋等。 热干面是八大名面之一,在武汉小吃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,其面条纤细而且筋道,加入香油、麻酱等配料,更富有特色,来到武汉如果不知道吃什么,来一份热干面肯定是没错。 热干麻糖是用糯米、芝麻、白糖等为原料,配上花生、桂花等食材后经过十二道工序制作而成,制作后的麻糖外形像梳子,香味扑鼻,风味独特,相传宋太祖赵匡应吃了都赞不绝口。 红胡的莲子表皮是白色的,上端带有一些红色,其味道鲜美且富有嚼劲,嚼在嘴中能够感受到莲子的清香味,让人回味无穷。 现在,红胡莲子不仅仅销售生莲子,还会将莲子做成莲蓉、饼干等食物。 武汉不仅仅有热干面,还有可口的压薄,需要用很多香料浸泡,风干,烤制后制作而成,制作后的压薄成深红,有香、辣、干、麻等特点,吃了之后回味悠长。 麻羊唐心皮蛋是湖北特色美食之一,唐心皮蛋晶莹剔透,同时它又有软而不烂的特点,将皮蛋放入碗中会有一些抖动,却怎么也不会散开。 其味道口感适中,很适合每个年龄段的人食用,可谓是老少嫌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